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给钱 我们就能够去跟当地人民亲善 当然了 就说是马爷来了 咱们也得聊聊 最近不光是汝瑶卖出价钱来了 清明节也过去了 这没什么关系 清明节过去了 可是有些个话题平常我们俩曾经交流过的 觉得还是可以谈一谈 比如说其中之一就是徐老师 你知道清明节北京这边叫什么话题吗 不知道 那时候我正在河北 我就回家看父母清明节 他们给我发信息说现在是生在北京 葬在河北 我说把我们家当坟场 生在北京 葬在河北 这早出现了 上海的老人都已经没什么希望能葬在上海 好多年前都是这样 所以最美好的时候就是说我父母就葬在苏州嘛 就你在上海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坟场 早就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这好多年了 但是这次北京人家殡葬协会的一什么人出来说了 说你们不要这个瞎说 你们实际上是要求过高 为什么 谁说不能葬在北京 他说太夸张了 你要是每个人都要求你有一平方米的那个目的 那是难了 那你北京多少人口 对吧 那那玩意儿确实得到河北省都装不下你了 可是呢 他说我们建成的好多那个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那个那个放骨灰盒的 他说都不满呢 你你你不肯放那啊 你不肯大家伙 不是那说这话的人他自个儿肯不肯放在那 他是有一种文化因素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中国人认为入土为安 对 尽管我们今天是火葬了 是吧 但是大家还是把这个骨灰盒埋在地底下 对不对 能够接受海葬啊 和随便这个把这辉壤了 过去有一个很难听的话叫错误杨徽嘛 就说这都不好听 所以呢 中国人基本上还坚持自己的丧葬文化 就是入土为安 对不对 你说这入土还真是 我那天看见他们一采访 说北京一墓园呢 你知道价钱不同的 有的能给你一平方米 但是呢 就告你啊 就是没入土 那就不行了 就说就在地面上 扶头上给你可能垒一个水泥的一什么东西 但是呢 没埋在土里 埋在土里 另一个价 你说这还真是 所以他这个 这个你上墙 就是弄成小格子 往里搁这个 他上墙 他就是那种嘛 就是现在那种就简易的嘛 那肯定很多人心里是不能接受的 你记得前两年闹那个 这个这个 呃 侯耀文的那个案子不就是 呃 暂时寄放在那吗 大家感觉这是一直还没有入土为安 最后还是入土为安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他是有传统的这种丧葬文化心理的 所以对中国人很有意思 过去啊 过去和今天比 过去在人生两件大事 一个是结婚 一个是呃 去世 去世上是花大钱的 今天是翻过来 结婚是花大钱的 是吧 这些人闹腾腾 好像还有网上 还有说几千万结个婚的 对对对 什么腰板嘛 平均是几十万 平均是几十万 但是中国人在死亡上呢 今天的花钱是远低于在结婚上 可历史上不是 历史上永远是丧葬 是最大的一笔钱 红白喜事 对对 而且你看看我们今天出土的 不管是说帝王的墓 这个还是百姓的墓 就是一般百姓的墓葬里啊 就是有点这个财产的人 那墓葬里都是很丰富的 为什么呢 它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中国人觉得死是告别 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仪式 可是你觉得这样一种文化还要延续下去吗 它延续不延续 今天实际上是在延续 你到那个丧葬地 我清明我扫墓了 我去了 我说我后来回来我还写了篇文章 我说那个这个墓场人兵兴旺 就是每次去都越来越大 你知道吗 原来我我给我爹选那个墓场呢 还是很普通的一个墓场 当时选的 现在越来越大 而且越来越贵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空着的 我去打听 去在北京啊 也挺远的 在郊区 开渔的 没上午省节是吧 没有没有 还在北京 当时当时已经就算出了北京城区了嘛 都是很远了 当时很远 这些年路修的好 还开一个多小时呢 也挺远的 那到河北也差不多 也就开一个多小时嘛 这就有一条河嘛 就是说河这边算北京辖区 河那边就是我们河北嘛 两个墓园价钱差的很大 所以他们就说一和之隔 对 所以他要解决他的文化心理 就是对此人的一个尊重 这包括我看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骨灰盒 一百多块钱做的 上来就卖一万多 说因为在桑葬的地方 是没法砍价的 他还跟结婚不一样 结婚说 你这酒席能不能再给我 送俩果盘啊 什么再说 你这桑葬说买骨灰盒 说再给我送俩花圈 没人怎么谈 所以他在这上面呢 现在又是控制着 就是说是是是 是民政吧 民政管这个事 所以很多东西极其昂贵 我去看了 而且包括给你配那些花圈 那花圈说 配多少个花圈 多少钱 结果那花圈是 不是给你的 是公用的 公用的 就是换那两条 对对 换那两条 给下一条用 叫人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但是你从环保的角度 你又没法指责它 尤其是那个花 跟那个骨灰盒 还在还在其次 最主要的是那个棺材 它不去烧吗 它有它 你是出来 不是遗体告别 都是有一个棺材的吗 那个价钱也差很多 而且明摆的 就是一个放一下 放一下以后 它去烧的时候 它也不烧掉这个东西的 那么这个东西 又是把它拿来用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它是第一次用 还是有没有用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个细节 特别郁闻 整个这个环节 我知道殡葬业赚大钱 对 你知道殡葬业 不光说这个钱 就殡葬业今年 这是报纸上公布的数据 今年就烧掉了 烧掉了这个东西 烧掉纸钱 你这烧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 烧小三 对 烧小三 烧iPad iPhone 就这些都有 而且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看完了以后 那真是气死 那个电脑城 电脑城 卖一个苹果的 这个 电脑 挣不着啥钱 有人说 挣他们10块钱 但是呢 卖纸电脑的 就烧去的这东西呢 那一个卖500多 挣多少钱 比卖真电脑还挣钱 而且呢 富士康应该转了 富士康转型 而且你听了 这上面还有很有意思 它呢 著名是我这是特环保的 什么叫特环保 就烧的时候 绝对不产生 这个化学物质 您烧一真的还不成 真的那东西都是塑料的 一烧 穿他们有毒的 豪宝滴碳 豪宝滴碳 先进理念 然后还有关键 下面这数据特别重要 我看到那个数据 我就为之于震 就今天 就是青云节烧掉的 这种纸制品 陪葬的 烧掉了超过我们电脑市场 一百多个亿 你想想 多大一个市场 这发死人才的 对 什么都烧 你要什么有什么 还有烧别墅 就坐的时候特精致 什么没有 我在那个电视上看 那个记者 假装是要买这个东西的 问吗 说那个 见旁边一对夫妻 也是东北的 保安呢 保安还有吗 保安还有吗 保安前两天就卖完了 什么都有 就是你现在人间有的 什么电视啊 什么都有 汽车 你要哪个牌子的 要多么逼真的 都有 烧了大奶 烧二奶 烧了二奶 烧三奶 所以它是一个产业 你不要小看它 这几天 你想这几天 它卖出于电视市场的 一个总价来 电视市场还让外国人 弄走一半 咱说起来 咱自己还没那么大市场 所以 这个数字 非常大 对 这过去 真是就是说是谁 是李泽厚 还是谁 不是说过一个吗 说这个日本民族 是这个悲感文化 说中国民族 它觉得是喜感文化 我觉得是有道理 我们这是就是弄这个丧事 也是这种 是宣泄型的 而且热闹 闹到嚷嚷 你也就是 过去要不讲什么喜丧 什么的 但是听他讲的数字 我就越发矛盾了 我就不知道 你刚才讲的一条 就是说这种文化 要不要延续 而且你看他现在实际上的这个后果 就是说 巨大的事 巨大 但是 人心是要有个去处 这个前面早就说过 因为中国人没有一个宗教 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就是要靠子女繁衍 然后对祖宗的祭拜 我跟你讲 你去墓地 我每次 我看了他那个博客 我特别同意他里边的一句话 他说人生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去墓地看看 想不通 谢谢 我到了目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看到男女之事 怎么能看男女 你看你男女在一起 长几十年 短几年 那你中间很多悲欢离合 很多爱恨交织 可是那都是很短暂的 将来你们得在一起 就在那一平方 你的名字永远跟他的名字在一起 对不对 理论上几百年多少年都在一起 那比你的婚姻要长久的多了 所以我又觉得墓地是一个很神圣 很好 很好 我这次去了以后 就回了写篇小文之这种感受 为什么呢 不能没有墓地 他每个人去祭祀的时候 让你看着 你心里忽悠一下 为什么 他每个人往上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不就是个鲜花 摆两块点心吗 有人去做的饺子 为什么 肯定是他 这人喜欢吃 爱吃 为什么呢 我老婆出门的时候说呢 我得给爹 我爹沏一个咖啡 因为我爹到晚年的时候 特别喜欢喝那素人咖啡 那咖啡让喝咖啡的人全都不齿 是吧 然后呢 他就沏了一个素人咖啡 说每年都忘了这事 今年带着 就沏好了 带着 搁在那 然后他喜欢吃的点心 什么等等的 搁那的 然后他们在那 说我自个儿走开的时候呢 我走走走走走 突然看见那摆着这么大 那小孩喝的那种 那种叫什么酸奶什么 我脑不清楚 都是儿童装的 我再一看那墓地 那孩子2003年 生 2010年死 父母气血而立 你一看 你再有什么不平衡 七岁 摆上的食物全是儿童食品 你到哪一看嘛 你的头发就立起来 你看不到这事 人是这个心啊 精神啊 确实需要有一个归处 所以很难说 这100多亿就是浪费掉 对对对 心灵的归宿 所以很矛盾的 我同意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可是人不能 你是这么活着的 对 但问题是 人是要死的 对 死的 不管死的还是活的 现在的问题是 人多地少 你知道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级20度 公兰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公兰湖海口 你看 你看都 你看你们两位 都这样 你将来也要个墓地 你将来也要个墓地 这个国家还有多少地 他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去的时候吧 因为我特别爱读 别人的简历 不认识的人 很有意思 我看到墓地上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非常认真做的 他这个墓地 包括他给他妻子烧了一个瓷的照片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 三十多岁 上面写的他简历就三段 某年到某年 我一算18年 在哈尔滨度过 就是他的童年 某年到某年 五年 在山东伊克大学 某年到某年 协和医院 人生就三段 就他的人生 35岁去世 然后呢 那个丈夫就写的爱妻什么什么 我看完了以后 就非常受感动 就是他做了一个 他只能做这件事了 人走了以后 他究竟怎么去世的 我不知道 这是寄托呀 对 寄托 他这个 这个丈夫对他妻子的全部寄托 他们不许再说什么 人名我也没记住 但是我记住这三段历史 这个人的历史是非常干净 简单的 让我们看 童年在一个城市度过 然后大学考进伊克大学 完了在最好的医院 协和医院 对吧 就这三段 那究竟怎么去世 是得病了 还是意外了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能看出一个男人的 一个精神情感的寄托 而且目的一定是花了钱的 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制作当中 花了很多钱 因为有时候为什么要花钱啊 他花钱是患得心理一个平衡 当然都是为了活着的人 对对对 鲁迅最感人的两篇散文 一篇是死 大家都知道吗 很有名的 他讲他生病快要死掉了 但是后来 最后什么人都不原谅 等等等等 还有一篇野草里边 这个墓志文 他做梦 看到自己的这个墓志明 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墓地是一个地方 就是说人面对 人要正式死 死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所以 你是有能够自己个儿的自个儿写 这个墓志明 我也是爱去坟地 但是呢 就是说 我觉得是不是 我比你 就你们比我年长一些 对 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有件事叫人之常情嘛 但是好像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觉得我有点不 不按常情 就是我是愿意去看哈 但是我自己老现在老感觉 就是那东西都是无所谓的 你明白吗 就是我跟你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也可能是 当然也可能是 我就会觉得 嗨 我如果在心里对他有什么 我在自己屋里点起一炷香 这个新香一半吧 我何必到那个地方去凑热闹 但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不合常情啊 这个如果说有什么不满呢 我去 我去过的这个比方苏州 我对印象最深的就是 就是我父母葬在那里的那个很好山坡 可是那个感受有两点我就不喜欢 第一是很多墓做得很粗糙 而且一模一样 第二个是有一些这个 有钱的人就霸很大一块地方 霸很大一块就很大的粗糙 对不对 知道他有钱了 就好像什么什么矿主这样 搞了一篇很大的 但是修的这真是很难看 那个 维也纳郊区那个墓地 我反复一再想讲 所有人的群 你看那个贝多芬 莫扎特中间 旁边贝多芬 他们每个墓都不一样 墓地是一个文化 是 对不对 咱一百多亿 得花的好一点 别让他们赚这样的钱 你说这是一个 你至少让大家多一点好的选择 有个个性化的墓地 对 你看你这个 就说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穿越啊 人的生前的 这个计较啊 真的是穿越到死后 我那天是听谁说呢 就蒋介石他娘 他 蒋介石他母亲 说为什么没有跟他父亲葬在一起 他是毒 毒葬 在另一个地方毒葬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父亲好像不止一个老婆 你知道吗 那个老婆先死 哎 这个 你像这个女人就会觉得 我不要跟他 他们俩已经挨得最近了 我再去 我也不能挨得最近 你知道我还在常熟 看过那个钱千亿的坟和柳如氏嘛 名记嘛 柳如氏 很有意思 钱千亿的这个坟呢 他在在在当家吧 一边是他父母的 一边是他原配的 咱知道柳如氏是个妾 那一边是他原配的 那么你看 你就像看到他们生前的关系一样 柳如氏在哪呢 也离他不远 大概五十米 那么五十米呢 还不是在一个平牌上 在水平线上来讲 柳如氏的坟在这 钱千亿的坟在这 他原配的坟在这 你明白吗 你就遐想啊 如果柳如氏 哪怕隔远点 他这原配就挡住了 你明白吗 他往前一点呢 他跟钱千亿遥遥相望 可是呢 他当然不能在旁边 他在在一段不远的距离上 这个事情你琢磨起来 很微妙 很微妙 在某种程度上 目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最伟大的文明是 你让说金字塔 太极灵 对不对 金字塔 你想这是人类文明 无法超越的一个成就 我们也是 我们呢 是直接投射 你刚才讲的 人间秩序根本就缩小到 但是有一个东西 让大家超越 比方说我去 彼得堡 看他那个葬了 所有沙皇的那个教堂 他就是用一个宗教超越了 那就是所有的人 用一样的白大理石 你只要是沙皇 除了那个最新 后来挖出来的 最后也还给他葬 那个就特殊规格 连他的家里人也葬 其他的就是那个沙皇 就是说他们就是 用一个宗教来超越 就是说你一旦死了 你就是用一样 你别搞花样了 你的皇宫盖的不一样 你死了以后就在一个房间里 都是一样的白大理石 中国人没有这个宗教 所以中国人每个人活着 都得把他生前的 从苏隆咖啡到 哈喽基迪到 什么权都带进另外一个世界 对对对对 就个人喜好是吧 都得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意思 仔细想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你和现在不都有集体婚礼了吗 那怎么不能集体葬礼 他不能一块死 骨灰核齐了 我觉得冲突太大 文化冲突太大 我觉得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 可能你看像这个桑葬的事 每年到这时候 那个各个媒体都在 都在去这个报道这些事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能 在桑葬文化中 会有一支比较强大的 会逐渐会出来 就是让他个性化的生存 如果有这样的地方 我都愿意自己 先为自己找一个地方 写一段写一段碑文 就很有意思 你写什么 我还没想好的 我现在不能随便 对对对 对就这个意思 就很有意思 干嘛让别人评判你呢 其实你说 他就在那个墓碑 他放个乳 对吧 放个乳 对 对 这个这个 我记得是 国外有个什么名人忘了 他那个 那个穆志明自个儿就写了 一句特别幽默的话 叫恕我不起来了 恕我不起来了 我忘了是谁说的 他一早就想好了 对 麻烦再救我一次 对对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对 为什么 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都做的一样了 这不代表钱就会浪费啊 对对 完全可以稍微有点区别嘛 我跟你说 人都有想有区别 可是呢 这个谁也不喜欢流水线 尤其是在死后的事 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流水线 当你知道真相的时候 你不愿意经过这一套 因为我都看过 你知道吗 我就是到火化炉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当时说那一小炉 这么一小洞口 塞进去 他说啊 这里政协委员 或者说是港澳 这个朱钱多的 能一炉烧一个 他说那个普通人 一炉 他说我们现在太紧张 一炉烧两三个 我说呢 从那边拿那个耙子 爬出来 你闹不清你的那个盒里 是不是全是你的 你知道吗 听他今天这番话以后 我觉得我应该争取做个政协委员 这么多政协委员 能一炉烧一个 对 有别的不畏 就为了一炉烧一个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且你知道吗 烧出来脑壳还是 有的还是完整的 还得有一个叫打碎机 这才能成骨灰呢 所以说你看到真相之后 你愿意接受他化妆吗 包括你到后台去 不能叫后台了 后边有一化妆室 那板刷 哗哗哗 小脸飞红 要给你化好了 大家出去 跟家属最后遗体告别 我看了真的 我为什么觉得这事无所谓 就是我甚至 我不愿意经过这个套 也有你的 但是大部分人 我自己投海 差不多了 我想 我想有一点观念 我是觉得可以打破 就是你站在北京 站在河北 应该没什么 就钱的 这个你说我站在河北 就好大 好很大的人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ças礼 izon 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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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